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小刚 今天小刚这边有三个最新的手表 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梅花顶多那一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 真的是越看越漂亮 你看这个戴在手上 哇 这个很有这个美女这样戴在手上 真的是很漂亮 那还有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盈盈白白这样的 好像这个有一点像什么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有一点像这个panda 这个好像熊猫这样的 真的是越看越美 还有另外一个很美的 好像很sport这样的 哇 这个黑色 真的是很美黑色 那这个表呢 小刚就很多天了 那这个很久了的 十多天了 就已经收到了 我拿到了很久了嘛 不过这个顶多尼啊 梅花讲 不可以放出来的嘛 你要 这个online没有出呢 你不可以放的 人家问我 这个有没有表呢 有没有这个新的表看呢 有没有这个梅花 顶多尼有没有出呢 我都不敢讲呢 我讲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我讲我 我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 我骗人呢 我讲我不知道啊 其实我已经拿了很久 很多天了的 好我就自己偷偷玩 每天晚上就关灯 关了灯 我自己在那边玩的 玩了很多天了的 我今天才敢给你们看呢 这个表 这个表呢 我玩这样多天呢 我印的越晚 就越喜欢了 这个表 那丁多尼呢 这个刚刚出这个新的手表呢 就叫这个 这个heritage bcompact 这个chronograph 这个名字 哎呀好长啊 好像很厉害这样 那他又真的几厉害一下的喔 这个bcompact 这个bcompact 你看到 b嘛 b就是男女的 不是男女的OK 是这个 双吗 double吗 左右啊 是二两个的意思 那你就会看到 他就有两个眼睛了 这个很厉害喔 现在的表的很少了 你在别的牌子 你是没什么 没有看到的 很少的嘛 这个很厉害的 这个丁多尼 他很会做这个bignet呢 那这边要讲一点 小小的故事啊 这边 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呢 这个小刚 都不是很会讲的 你听得懂你就听了 听不懂 你就online自己找了 那这个丁多尼呢 以前都不叫丁多尼了 191多年的时候 他叫这个Failcard F-E-L-C-A的这个Failcard 那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这个Failcard 其实是丁多尼的 如果你有玩这个 旧的手表了 你都有知道的 这个Failcard 就是这个丁多尼来的 其实 那他很厉害的喔 191多年 很会做这个bignet 这个bignet做的很好的 表的卖的很多很多的 我打仗的时候 都有卖表的很厉害嘛 你这样知道吗 194多年 打仗嘛 很多人呢 都还是很好的 卖的卖很多的 手表出去嘛 我这边做到198多年了 很久以前了 他才开始叫丁多尼嘛 丁多尼那时候 他就卖在这个中国那边 中国很多人了嘛 这边钱多 中国很有钱的人很多 这边呢 这边然后还有卖在一些东南亚这边 好像马来西亚啦 马来西亚这边呢 所以你问你的这个阿公那些呢 就知道了 一定有听过这个丁多尼的 我们叫梅花啊 这个很出名的 那现在他就讲 他要做这个以前呢 给你看他样子呢 小刚放点照片呢 这边Failcard以前的这个 旧手表 跟现在他这个 这个他讲他做这个以前的样子一点点 有一个感觉出来了 一个feel了 他像这个旧表Respect了 致敬一样 致敬呢 就跟你看到他以前这个历史了 这个Failcard的时候了 我有很厉害很美的 我很多人买很出名的那时候 我这个叫很厉害的时候 他给你叫叫retro的 vintage这样子的意思了 我这个今天这个表的这个sorry 这个故事的 讲一点给你们听了 那这边呢 很多朋友的天天就问小刚呢 这个也天天就听到很多人讲这个panda 熊猫的panda 这个lorex的daytonapanda 这个然后又出这个丁多 又出这个panda 我全部都出panda 然后天天有的问小刚 哪里买panda 那么你们要看panda 你们去zunagata吗 你去中午园就有panda 看什么熊猫吗 你问我 我又没有养panda 我就不知道熊猫的哪里来 你看动物园就有熊猫了吗 就问小刚 我不是原来是这个手表 就哪里买吗 我不知道吗 那今天有了呢 你们不用看呢 这边有三个呢 这个 这个丁多尼就很厉害做这个panda 一出就很美了 这个又很便宜的 你去看呢 这个你很喜欢的 这个 你不用买别的呢 这个很漂亮的 这个你看呢 今天有出这三个 我们小刚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三个呢 你看呢 它有出一个黑白 银白的嘛 那这个银白的嘛 你看到第一眼 这个顶多尼呢 它就有一只红色的这只针呢 这个还有一个秒针 这个秒针就是 就是拿来计时的这个三十分钟呢 半个小时呢 可以算时间呢 这个秒针就会跑的 你按它它就会开始会走的 然后这个九点这边呢 这个左边呢 它有一个六十秒的 就看到你手表在走的嘛 这个不然没有走 就代表你手表停了的 坏了的 就没有走的 这个是它用银白的 它不是全白的嘛 它有一点银色这样的 很特别的 还有小刚就很喜欢的 这个壳你看 它这个暗的呢 它有一个冬菇这样一粒走出来 特别长的 比较长的做到 这边有一点Vintage 有一点复古的 小刚更很喜欢的这边 再来你看它这个壳呢 这个壳这边你看 它前面是用了这个 有一点比较 你没有看到它bling bling的啦 你没有看到它反亮反亮这样的 你看到它这个 是用了这边 好像粗粗这样子的 这个police啦 police粗粗这样的 旁边你看 旁边你去看 它就有用这个亮亮的police的 这个看起来就很spot 这边就很漂亮 这个小刚就很喜欢 那 再来你看它这个黑色的也是一样 只是跟这个白色 是一样的 也是用这个红色的这支针 只是你看它这个里面 外面是用这个黑色的 这个小小的两个眼睛 这个 这个 好像panda这样的 这个就用了银白色 它是theballet了 它叼换了的 这个我们叫反熊猫 reverse panda 不一样的 再来你看到第三个 这个就很漂亮了 这个就classic了 这个跟以前的这个fail car 很像一下 你看它的面盘 哇有的算这个 这个 这个你可以跑多快的汽车 speed的 这个很快 你看它这边写 techimeter的 这样子 哇好像很厉害这样 然后你看它这个1234到12 这个全部有夜光的 等下你们看一下 这个夜光 这边就 这个针有一点蓝色的针 这边就很漂亮 中间就一个红色的针 而且这个里面它这个logo啊 这个logo是不一样的 你看它这个logo 是一个大大的Dinroni logo 里面有一个小小的Dinroni logo 他讲这个logo是以前才用的 这个就很特别了 这个 而且这个配这个皮带 很有复古味道 那真的很漂亮 里面最便宜是这个 小刚也最喜欢的这个 哇这个越看就越漂亮了 然后另外一个刚才那个panda也是很美了 小刚个个都是很喜欢的很漂亮的 那你看这个 你们看这个这个袋 手表袋 袋袋袋手表了 三个都是这两个的黑白的是用这个钢袋的 这个我们叫铁链 这个铁链 你看它这个扣的 整个铁链都很solid的 这个扣你看 给你们听一下了吗 这个扣 这个扣真的是很solid 整个链哦 这个这个表袋就很漂亮 拿在手上 哇这个真的是很重的很solid 肯定要重的 这个表做的这样漂亮 另外一个呢 它就用这个 大家看一下了 这个它是用这个的 这个蝴蝶表扣的 这个我们叫这个勾你可以开关的 也是很很贵的 贵贵的表呢 我们要那些很好很贵的表才用的吗 极极的表是没有这样用的 极极表用的也是很极的不美的 这个表用的很漂亮的 那再来的这个表呢 很多人就问小钢了 这个表呢有几大呢 每天问我这个表在手上好不好看呢 有几大呢 现在小钢呢就带给你们看呢 你们不要问我了 你们自己看呢 这个戴在手上呢 小钢真的讲的真的是很美的 哇这个表有几大 你看一下这个表是41 这边讲了是41mm 41mm 但是小钢量是大概40.5的 OK啦 差不多也是41mm了 这边 所以啊 戴在手上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你看他这个表 耳到表他做久很长嘛 表到表是49mm 所以你看49mm 跟41mm的这个表 戴手上的真的很完美的 好像美女这样的 哇你看我小钢放的带 女孩子带哦 真的刚刚有放小钢 女孩子的真的很美又美又大又美了 真的是很漂亮的 哇真的美 这个表带呢 他用20mm的这个表带 这个20mm表带 你自己可以换很多表带 这个不用怕啦 不用天天问小钢的嘛 然后再来你看他这个厚的 这边厚度的 他有几厚呢 这边 他有这个15点多的mm厚度 这个厚度呢 他就不是说很薄 也不是说很厚的 他是刚刚好的做到这样子 因为这些有做这个即时的嘛 你看他可以按那边 可以按这个表 可以停 可以玩这个即时 这个一定是做的要戴在手上 你要看到 哇 好像很sport这样嘛 很眼的那种 一看下去 哇那种 人家就觉得你 这个表就很像很贵这样呢 这个才要这样的嘛 做一个 你不能做小小 那么小小这个不可以了的 这个小小人家看不到呢 你做小小的 这个即时都不美了的 太小了 你个不好看的 那再看这个夜光呢 晚上你进去没有灯的时候啊 哎呦它会发亮的 这个就很漂亮的 你看那小刚最喜欢的这个皮带的这个啊 真的很美哦 他这个12345678914112啊 这个字啊 全部都发光的 有夜光的 我真的是很漂亮哦 这个真的是真的很美了 小刚很喜欢 而且他很亮的 他用他这个叫 它叫superluminova呢 这个又亮又广又大又久啊 我整的很好的 另外一个呢 你看呢 这个夜光呢 黑跟白这个呢 它夜光少一点点呢 它是这个上面 左边下面 右边这样呢 12.369这边 它有那个夜光的 它的夜光呢 做的是很复古的 那如果你问我呢 这个表有几重呢 我现在就量给你看呢 你看呢这个表如果是整个是铁链的呢 它就是大概170克这样了 如果是这个皮带的呢 它就是比较轻一点了 109克的 不到110克的这个表 真的是很稍微的 那这个表呢 你转过来后面看哦 哇 小刚都吓到一下了 真的是很美的 你看到后面哦 整个方大大给你看 它里面呢 这个里面它的这个机星啊 哇这个机星第一眼一看啊 哇这个顶多尼啊 金色这个一直转一直转哦 真的是很爽 然后你玩啊 你按它的时候啊 哇 你还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东西 一直在动一直动这样哦 哇 这个就越按就越爽哦 真的很好哦 它这个机星很多人呢 就问小刚 它到底这个好不好的 那小刚想讲呢 你们真的不用趴的 这个它用这个Cerita SW的510这个机星 那这个机星呢 你以后呢 你去到哪里呢 你们都不用怕的嘛 很多外面的这个 这个 弄手修理手表的 这些Uncle呢 他们都会弄的嘛 你不用怕呢 你怕的话 你可以回去这个顶多里呢 他们也会弄的嘛 你们 你买这个表呢 整的是 这个 它又美 它也不会坏的嘛 这个时间呢 走得很准 很厉害的 那小刚就不讲了 你看它 这个打磨呢 很漂亮的 有那些 所有那些鱼灵纹的打磨呢 这个热内瓦的线条打磨呢 全部通通都有了 你看它做得很漂亮 哦 里面就很干净 放大大给你看 这样子 哇好像这个美女这样 那你来看它放上去 这个小刚拿回家玩 放这个机器上面了 哇我吓到一下了 几准你知道吗 这个机器 每一天呢 这个时间呢 这个误差这几秒罢了 哇这个小刚跟你讲了 这个已经比外面很多很多手表都很好了 很少手表的就做到这样准了 这个手表 你们自己看这个机器 那小刚最后呢 就想讲一下呢 这个自己偷偷玩了这样多天这个表呢 小刚最喜欢呢 就是这支表呢 它这个按下去的时候啊 这个button呢 很有feel 很轻 又舒服 手指不会痛 很爽 真的很爽 那因为小刚玩过很多这个表 很贵那些呢 那你按下去啊 这个手指很痛 很硬的嘛 不好按的嘛 这边小刚就不讲了 讲出来等下给人家骂 然后又有vintage 又有故事 又story 又复古 又vintage 又41mm 我戴在手上真的是很好看 那些什么 很多人问呢 有没有蓝宝石镜面呢 可不可以带着睡觉呢 那些都不用讲的 这个不用问的嘛 这样贵的手表 这肯定是有的嘛 什么蓝宝石镜面呢 什么有没有 什么anti-reflective coating 这些那些一大堆 那些一定有的嘛 这支表真的很好啊 真的大家喜欢呢 可以看一下咯 嗯 今天就没有什么讲了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